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短篇小说及《北门编》以来,一直活跃于美国文坛,它勤与彼庚,不断有作品问世,已发表长篇小说自食于补。 在欧慈的早期作品中,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犹豫不定,生活失去控制的,他们经常处于无所适从的紧张状态,因而很容易走向暴力。 美国社会的暴力反乱,是任何有良知的正直作家,都无法掩饰回避的,欧慈勇于直面暴力这一美国社会的重伤,表现出的是一种民族批评精神。 欧慈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妇女问题,它以一名女性的亲身体验,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细腻,来描写各种女性人物的生活和爱情遭遇。 她尤其注重探索她们的复杂心理状态,试图从更深的层面,分析妇女种种悲剧的原因,换起广大女性的自省意识,代表作品有人间乐园,她们和其境等。 以下是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一段采访录音。 三、尽管你认为世界在你脚下,但它也可能会颠覆你,践踏你。 伊恩·麦克尤恩·伊恩·麦克尤恩·伊安·QN1948英国文坛当前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,出生于英格兰种奥尔德肖特,毕业于布莱顿的萨塞克斯大学,后在东英吉利大学或硕士学位,一度投身于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。 后来对这一反理性主义的文化思潮感到厌倦,于1974年在伦敦定居下来,伊恩·麦克尤恩性格刚毅,思维敏捷,具有孜孜不倦的探求精神,他擅长以细腻、犀利而又疏冷的文笔沟会现代人内在的种种不安和恐惧,积极探讨暴力、死亡、爱欲和善恶的问题。 作品多为短篇小说,内容大都离奇古怪,荒诞不惊,有黑色喜剧之称,许多作品反映性对人的主宰力量,以及人性在性欲作用下的扭曲,代表作最初的爱情。 最后的仪式,床子之间,赎罪,阿姆斯特赞,回复V785收听伊恩·麦克尤恩的一段讲座录音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